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本备受媒体好评的书《相间网歌》 这是一本回忆录 它真实地在线了美国底层社会 特别是山里人这一群体的生存途径 接下来请跟随我的声音 一起走进作者的童年往事 走进美国东部的山区 在开始讲述之前 我想先坦白 你接下来将要听到的 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 这是我在四十岁的结果眼上写下的回忆录 虽然我这一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 如果非要说我的经历有什么特殊之处 那就是 我有一张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证书 头顶着名校高材生的光环 但我想说 在每年从耶鲁法学院毕业的两百个学生当中 恐怕没有比我出身更低下的人了 尽管我目前的生活和大部分美国中产阶级一样 有车 有房 有稳定的工作 和妻子在城市里过得平淡自足 但我向你保证 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可不是其他美国中产人士都能告诉你的 因为我 文思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山里人 而我敢说 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国中产者 甚至整个主流美国社会 都对我们山里人真正的生活 一无所知 山里人是谁 谁是山里人 是的 他们出生在山里 但不是每一个出生在山里的孩子都可以被叫做山里人 在美国 山里人特指东部阿波拉奇亚山脉 欧沙克湖 以及尤华一带的居民 我的家乡就在东部山区 是肯塔基州一个叫做杰克逊的小镇 山里人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如果我告诉一个普通美国人 我来自肯塔基的杰克逊 一个山里人地区 这等于告诉他两件事情 第一 我是个身无分文的白人老粗 第二 我的父母亲戚和邻居们 也一定都是没文化的穷光蛋 这时这个美国人一定会用狐疑的眼光 打量现在西装革履的我 不仅如此 他脑海中还会立刻浮现出 关于山里人的一系列刻板印象 落后 粗俗 暴力 沉迷毒品 我可就要 一滩烂泥 我们山里人真的是一滩烂泥吗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山里人 可我并没有对自己的身份感到羞耻 反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 这是不是很奇怪呢 事实上 杰克逊的山里人都很热爱他们的家乡 如果听到你说杰克逊或者山里人的坏话 他们会马上抄起身边的家伙跟你打伤一架 记得有一年 ABC电视台报道说 阿波拉切亚山区的小孩普遍患有牙病 一时间在美国社会引发热议 不错 山里人从小就给孩子喝甜气水 因为这是我们那里最便宜最常见的饮料 你能想象 我从九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把雪碧当水喝吗 在一般美国人眼里 这是贫穷落后的表现 山里人是一个需要社会援助的弱势群体 可我们山里人并不这么认为 那一天 我外婆看到这个新闻 和大部分杰克逊人一样 她在电视机前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ABC关你屁事 闭上你他妈的鸟嘴吧 在外婆的影响下 我从小就为家乡感到骄傲 我爱淳朴热情的杰克逊人 他们愿意和每个路人打招呼 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帮路人铲血 愿意在看到送葬队伍的时候停下来 为陌生的死者送行 不过我也渐渐发现 杰克逊不是只有好人 还有许多痛苦的瘾君子 许多会生孩子却不会养的父母 杰克逊风景如画 但也是一个脏乱差的小镇 这里有很多努力工作的人 也有一批靠领政府食品券混吃等死的人 而且在一些杰克逊人眼里 山里人就该一辈子乖乖地当山里人 他们嘲笑那些企图走出山里的人 说他们痴心妄想 因为这个 我的外公外婆常常被人看不起 因为他们在美国经济上升的战后和平时期 离开了杰克逊 带着我搬到了俄亥俄州的米德尔顿市 可儿时的我 一直觉得外公外婆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我总是缠着他们讲我们的家族故事 比如为了家人的荣誉和别人大打出手 比如将罪犯就地正法 在那时的我看来 这不是什么野蛮的行为 而是一种邪不压正 以牙还牙的山里人正义 不仅是祖先 我的祖辈和父辈都是一群性格暴烈的人 他们有最好的美德 也有最坏的恶行 没办法 如果你出生在一个山里人家庭 一个白人底层家庭 你就必须面对这种极端的矛盾 一个典型的山里人家庭是什么样子的呢 老实说 我们家因为搬到了米德尔顿 在其他杰克逊人看来 已经不是一个典型的山里人家庭了 但我们其实和大多数杰克逊人一样 有一个庞大的家族 并且对家庭暴力和混乱的家庭关系 习以为常 我说不上来 到底有几个旧公 几个姨婆 但我知道他们当中 有人抛弃了自己的孩子 有人频频出轨 有人则两者全战 大部分人的文化程度都很低 我的母亲也一样 她在年纪轻轻的时候 就辍学生下了我 我对亲生父亲没有什么印象 他只是母亲众多男人当中的一个 我的母亲一共换过多少个情人 我用两只手也数不过来 他们当中有五个人相继成为了我的继父 像走马灯似的一个个出现 又总在我刚刚要和他们熟悉起来的时候 就消失了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母亲也不是我真正的母亲 是的 我知道她爱我 可是一路陪伴我 照顾我 教育我的人 却是我的外婆 你问我的母亲都在干什么 她和很多山里人一样 是个吸毒的隐君子 不吸毒的时候 她就忙着对我和姐姐林塞歇斯底里 我总是问自己 这是母亲的错吗 就算是 她又有多少错呢 不 我并不怪她 我知道她不是坏人 这一切也都源于她自己的生长经历 谁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和家庭 母亲就是不断目睹着家暴长大的 外公外婆虽然一辈子相伴 但他们解决家庭冲突的方式只有一种 那就是简单粗暴的打骂 这是大部分底层白人家庭的家常便饭 我的叔叔吉米告诉我 有一天 他听到楼下有桌椅碰撞的声音 外公外婆一边互相大骂 一边向对方疯狂地砸东西 他下楼就看见外婆拎起一只大花瓶 狠狠地砸向外公 把外公砸得头破血流 外公是个酒鬼 外婆对此深恶痛绝 有一次对外公割下狠话说 你他妈要是再喝醉了回来 信不信我宰了你 外婆从来都说到做到 于是当外公再次醉倒在家的时候 外婆真的把一罐汽油浇在了外公身上 然后划亮一根火柴 面无表情地 点燃了汽油 如果不是他们十一岁的女儿 薇阿姨及时扑上去灭火 外公在那一天就被活活烧死了 至于我的母亲 她在外公外婆打架的时候 总是选择捂住耳朵 或者找个地方躲起来 她不会像薇阿姨一样上去劝阻 而是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她和大部分山里人的孩子一样 是在贫穷疾病 以及家庭灾难当中长大的 当她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 她也和大部分的山里人母亲一样 因为不知道怎样建立健康的家庭关系 只能延续自己从小见到的暴力 用极端的方法解决家庭问题 也就是歇斯底里 嗑药 逃避现实 像她的母亲那样和丈夫打架 哪怕其实她并不想如此 一代又一代底层白人的孩子 往往都被困在这个恶性循环当中 走不出家庭的阴影 赫尔德林曾说 哪里有危险 哪里就有拯救 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危机 发生在我14岁那年 那是我生命的转折点 当时我的母亲和她的第三任丈夫 鲍勃在一起 他们结婚以后 很快就和外公外婆一样 发疯似的打架 他们互相骂骂咧咧 也从不对我和姐姐林赛好好说话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总是被他们争吵打架的声音 弄得睡不着觉 在山里人的世界 这也算不上稀奇 年幼的我甚至认为 成年人那样讲话很正常 那段时间里 我的成绩开始直线下降 身体突然发胖 动不动就生病 经常因为胃痛需要请假回家 但我父母一点也不在乎 而且母亲变本加厉 她不仅吸毒 还去通宵派对 像外公一样 把自己灌得醉熏熏 一进家门 就朝孩子撒酒疯 她总是在清醒的时候 向我道歉 我已经在无数次 周而复始的道歉中麻木了 当她发疯的时候 我常常找机会 躲到外公外婆的家里 虽然她们也动不动就挥拳头 我却更乐意和她们 待在一起 我十四岁的一天 母亲像往常一样 发了一顿疯 说了很多句对不起 只是这次 她好像比平常更加内疚 还好生好气地对我说 妈妈带你去大商场 给你买足球卡片好不好 足球卡片是我小时候的最爱 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回想起来 这大概是我此生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在高速公路上 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话 惹怒了她 只记得她突然发了风似的 用将近一百码的时速 在路上狂飙 以便对我大喊大叫 我要把我们都撞死 把我们都撞死 我吓得马上跳到后座上 用两根安全带固定住自己 以免飞了出去 但这似乎进一步激怒了她 她一个急刹车停下来 爬到后座 对我一阵暴打 我赶紧抓住机会 从窗户跳了出去 一路狂奔到一片大草地上 然后拖着被野草割得 鲜血直流的脚 跌跌撞撞 进了一户人家的游泳池边上 我看到一个胖女人在池子里扬涌 立马没命似地朝她大喊 求你快打电话给我外婆 求你救救我 我妈要杀了我 我浑身发抖地躲进她的屋子里 惊恐地看着外面 生怕母亲会追上来 但她还是追了上来 看到我跑进了房子 她马上扑过来用身体死命撞门 你敢进去的话 我 我 小心我放两只狗咬你 胖女人慌张地锁上门 牵着两只大狗 假装威胁她 可是母亲依然像失去了理智一样 疯狂撞门 歇斯底里地大叫 胖女人站在旁边 吓得不敢动 母亲终于还是把门撞开了 她像拎兔子一样把我拎了出来 就在我要被丢进车里的时候 胖女人通知的两个警察赶了过来 他们冲过来抓住母亲 迅速给她上了手铐 一阵扭打之后 母亲被押上了一辆警车 一路扬长而去 我呢 就坐在另一个警察的车上 等外公外婆过来接我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次漫长的等待 一辈子也忘不掉那一刻的孤立无援 母亲被判处家暴过失 坐离阵牢就顺利出狱了 但幸运的是 外婆坚持要我搬过去和他们一起住 外婆指着她自己的枪说 你妈要是敢他妈说一个不字 就让她吃我的枪子吧 外婆关心我的学业 希望我能尽早独立工作 还鼓励我申请大学 其实对一个山里人孩子来说 上普通大学已经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想上名校 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外婆也一定没有想到 我最后能够考上耶鲁 她只是一遍一遍地告诉我 不管最终能走到哪里 都应该紧力往外走 向上走 幸运的是 我没有让她失望 高中毕业后 我收到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和外婆研究了 跟录取通知书一起寄过来的各种贷款表格 却因为搞不清楚如何申请巨额贷款 只能暂时放弃了这次机会 于是我先去参军 加入了海军陆战队 长达四年的军事训练让我学会了独立 还学会了理财和教育规划 这是山里人不会教给下一代的东西 从海军陆战队毕业以后 我申请贷款 用半工半读的方式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念完本科 之后又幸运地申请到了耶鲁大学的法学院 现在我在旧金山硅谷的一家投资公司工作 有一个家境富裕的高材生妻子 生活幸福美满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毫不夸张地说 我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 一直是个拼命三郎 我曾经一边读书 一边接下三份工作 每一天都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 因此还一度患上了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可我一点也不觉得痛苦 反而非常快乐 因为我享受这种亲手扭转自己命运的感觉 我第一次明显感受到美国的阶级 也是在这一时期 我在耶鲁是异类当中的异类 因为绝大多数耶鲁学生 都来自中产或资产家庭 一开始我感到很自卑 可我渐渐学会了接受 出身不是我能选择的 就像我的母亲也不能选择她的出身一样 如今我变成了一个人们眼中的成功人士 但我也更加强烈地感受到 白人工人阶级 在整个社会当中的边缘地位 有一次母亲再次因吸毒进了戒毒所 我开车去接她 在当地的商店掏出了一张银行卡 商店的营业员用一种诧异的眼神看着我 你相信吗 在一个底层白人社区 银行卡都是一种很奢侈的东西 这种阶级差异还体现在对政治的态度上 比如说像我外公这样的山里人就很讨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 讲起话来满嘴跑火车的政客们 是的 底层白人不仅讨厌富人 还讨厌所有的自由派精英 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在赤贫当中挣扎的底层人是脱轨的 比如说上届总统奥巴马 一个哈佛法学院的尖子生 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法学专家 对他们这些生活在山里没读过书的乡巴佬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异类 他的谈吐如此不同 演讲时就像一个雄变家 这一切都让底层白人有一种焦虑不安的陌生感 奥巴马他妈的在说什么 而且因为肤色的原因 他们根本搞不清奥巴马到底是不是纯正的美国人 要知道几乎所有的底层白人都是基督教徒 而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相信这样的阴谋论 奥巴马是穆斯林 是穆斯林派来摧毁美国的 他们都是热情的爱国者 期待一个可以保护底层白人利益 保护所谓美国本土利益的总统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接地气 能被他们理解 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位总统候选人 山里人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把票投给他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最近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特朗普上台真的是一个意外吗 真的是选举制度的问题吗 不 随着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白人工人阶级的人数越来越多 我相信特朗普的当选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有个社会学术语叫做向上流动 指的是社会阶级从下往上流动 不错 我的人生轨迹就是典型的向上流动 可以说我是第一代走出大山的山里人 但这并不是白人工人阶级的总体趋势 相反 在面对向上流动还是顾不自封这样的问题时 大部分底层白人只能选择后者 又或者说他们根本没得选 就像他们无法选择出身与成长环境 美国政府可以对山区增加贫困救助 可是只要山里人的家庭关系不改变 他们的孩子就不可能在精神上摆脱山里人的诅咒 记得有一次去访问一个山区的老师 老师这样说道 政府希望我们老师做这些孩子的牧羊人 但是他们忘记了 这些孩子的父母本身就是豺狼虎豹 可是要改变山里人父母谈何容易呢 他们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 习惯于抱怨政府 而不愿意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他们当中很多人沉沦于毒品 逃避家庭和工作的责任 过着自暴自弃浑浑噩噩的日子 他们也赞成要努力工作 也并不缺乏工作能力 能够吃苦耐劳 但却对工作与生活都缺乏积极性 我认识的一个底层白人 居然因为不想起得太早而放弃了一份工作 并且认为这都是公司的错 这是典型的山里人心态 错在制度 不在我 更可怕的是 在贫穷中打滚的白人 对主流社会怀有一种仇恨心理 他们感到焦虑 愤怒 绝望 可是 他们不想改变 只是希望有一个领导者 可以替他们报复外面的世界 打倒那些看不起乡不老的知识分子政客 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 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可恶的自由派精英 讲大话的说谎精 而看似粗俗的克朗普则被他们视作同一条船上的人 以我对山里人的了解 可以说他们根本不相信美国主流媒体 甚至可以说压根不相信媒体这个东西 媒体越是指责克朗普言辞粗俗文化低下 他们越觉得克朗普就是实现美国梦的英雄 如果一个山里人听到我讲这些话 估计会指责我是叛徒 是精英主义的同谋 没错 作为一个共和党员 我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并没有投票给克朗普 但这是因为我坚信 山里人越想依赖一个救星老大带领他们走出大山 就越会难以走出去 我的外公外婆早已去世了 可直到今天 我都在心里默默地感谢他们 尤其是我那个拿着枪挥着拳头的野蛮外婆 没有她的强势鼓励 我永远也走不出山里人的怪圈 很多年后 我总是想起小时候在杰克逊发生的这一幕 一些杰克逊人在路上目送已经走远的丧葬队伍 我好奇地问外婆 我们为什么要跟这些人一起站着呢 外婆用一种自豪的语气告诉我 因为我们是山里人 我们尊重山里人 我一直没有忘记外婆的这句话 我们是山里人 尽管我认为山里人急需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结构 我从来没有失去对杰克逊人乃至山里人这一群体的尊重 我理解山里人最朴素的美德 也理解他们最深刻的惰性 我走出了大山 可我身上永远流着山里人的血 我的性格当中也一直都有山里人的影子 山里人有的缺点我也几乎都有 成家立业以后 我试着克服自己的暴力倾向和逃避家庭矛盾的习惯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但我知道我是一个幸运儿 还有成千上万的底层白人在生活的泥沼里打滚 在山里人家庭的恶性循环当中 他们的下一代几乎没有希望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们比同样处在美国社会底层的黑人和拉丁裔过得更加绝望 在杰克逊 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会因为静脉注射毒品 猝死家中 一个靠食品劝过活的家庭 永远无法在商场为孩子购买一个玩具 在这个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里存在着这样一批人 他们在温饱线上挣扎 用可口可乐代替白开水 每一代的子女都处于家暴的阴影中 一辈子也用不上一张银行卡 是的 他们需要社会的帮助 但他们更需要自己的帮助 在我的故事中 我并不是主角 我的整个家庭 乃至整个杰克逊的山里人 才是真正的主人公 这是一首献给山里人的哀歌 愿上帝帮助我们 好了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这本相间晚歌就分享到这里了 不知道听完后 你对美国山里人的生活有什么感触呢 对美国社会